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一场很不一样的视觉饗宴 台南市特别请来法国的表演团体 在户外举办一场名为《飞马之梦》的表演节目 30分钟的演出 有冷光 有投影 还有特级表演 让民众看得如痴如醉 穿LED灯泡的表演人员从高处缓缓降落 一个转身倒挂 把电子仙女棒的火花洒落下来 台南市永华市政中心 此刻变成巨大的投影荧幕 太空船幽浮在上头 像是异想世界般的舞动着 突然间舞台的焰火不断地向上喷洒 视觉上绝对震撼 再来看过两次吧 感觉每一年看都不太一样 蛮震撼的 有一点看不太懂 可是感觉还蛮特别的 这是曾在国外有多年跨年表演经历的 法国表演团体第二度来台表演 现场的音乐全都是即行演奏 剧情以希腊飞马神话为蓝本 展出一个平凡小市民的幻想世界 节目最后是超大型的飞马气球 缓款进入现场 象征美梦成真 这场表演可以说是 非常难得一见的多形式艺术表演